切成丁状的番茄跟炒蛋 在锅中沸腾 另一边低年级的小朋友 正忙着过滤浓郁的南瓜浓汤 当然在锅里翻炒的五色蔬菜丝 也绝对不能少 烹饪厨房内的师生跟家长 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希望把最健康的营养午餐 呈现在大家面前 挤那个菠菜的水 为什么很累 因为要挤干 我刚刚跟妈妈那个做汉堡排 猪脚 肉 葱 洋葱 酱油 油 酱油而已 没有油 为了建立均衡的饮食氛围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举办 田园真实美味午餐大作战料理竞赛 邀请公司力小学的师生家长 组成团队设计出健康菜肴 烹调营养的餐食 而为了宣传式大运 学生们还设计出 熊赞造型的美食 让人看得垂涎三尺 一手促成健康午餐比赛的 台北市议员 却梅沙也亲自出席 为这些小选手加油打气 今年更活泼 那小朋友更多采用 他们自己种植的蔬菜 入菜 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 整个一个参与度更融入里面 而且今年很特别 还跨县市邀及到基隆市 以及新北市的几个学校来参与 所以未来希望明年 能够扩大北北基的一个 大作战营养午餐的总决赛 我觉得会更有趣 台北市这一个首都的一个城市 不是只有在硬体方面的一个建设 希望说把这一个城市的 变成是一个美轮美奂 而且具有绿化美化的一个田园的城市 比赛经过初选 共有十组进入决赛 特别的是 许多菜肴都是学生们 在学校小田园里种植的蔬菜 充分展现绿色校园的概念 也藉由亲身参与的机会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台湾到台北市会新闻潮的话 采访报道